阿文在七歲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爸爸就因為工作酗酒肝癌過世 媽媽獨自撫養長大 老師那時候 比較對我感覺比較不好 那時候成績也不好 然後身體不好又常常請假 然後家裡又 就是一塌糊塗這樣子 然後老師可能就是會覺得說 很厭煩 然後怎麼這個學生 家裡這麼亂這樣 差點走偏的小文 還好成長路上有好心人的協助 現在是北科大化工系大醫學生 還好嗎 還可以 住在學校宿舍吃得很節省 大醫科業很滿難能打工賺錢 正準備隔天物理全英文的考試 其實題目基本上都還OK 就是很多英文 這筆記 這誰給你的 隔壁同學 這一張超難的 有好同學還會借筆記 對啊 是 超好的 我真的遇到這個 超好的同學 資深一個人北上念書 最掛念不下的是 獨居在嘉義的媽媽 還沒比較冷對不對 對 今天真的變得比較冷 今天一早就 大家請小心不要感冒 然後你早餐要吃喔 不要為了省錢 好啊 有 我都有吃 想到媽媽一個人打拚 一學起兩萬塊的學貸 她該怎麼還 我想要找那個打工 就比較沒辦法 因為大一課真的排太滿了 會盡量利用第一年先 就是省吃節用吧 把一些可以省的就省起來 然後盡量還這樣子 念書累了 就會和同學用寶特瓶練習 這是期末要表演的活舞 這個叫做蝴蝶 因為牠可能形狀 比較像那個蝴蝶的翅膀 這個叫做什麼 對 車輪的正轉 台灣像他這樣 從小父親或母親過世 或者雙親都不在了 必須獨自長大的孩子 11年間增加了10,224名 都是18歲下失親兒 平均一天就增加12個 黃寶會陪伴失親兒童 超過20個年頭 小二的時候母親就過世了 每當爸爸外出工作 天黑還沒回家 就非常害怕 我父親就跟我說 如果他 我看到他還沒有回來 就去米缸用鳳梨罐 裝八分滿的米 就帶著這個米 去附近的鄰居家 拜託他們 讓我跟他們一起吃晚飯 在他們家睡覺 直到半夜 爸爸工作回來 才默默到鄰居家叫醒他 感同身受沒有父母的痛 在台北老舊社區 密得這處透天錯 給忠誠照顧失親兒的七身之處 一次可以容納五六十名孩童 是我們的小倉庫 就是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孩子會來這邊住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些睡袋 還有他們 教他們學習音樂的時候 就有一些吉他這樣子 最近情況比較困難 就是有的就是說 他們退休了 或者是說他們經濟上面 他們也有的遭遇到被裁員了 那他們本身也有一些困難 所以就會停止說 他們沒有辦法再支持我們 今年應該是更明顯 我希望就是未來可以用功一點 然後上台積電 就是去台積電上班 然後可以就是讓我媽媽 不用工作那麼辛苦 角落哭泣的孩子 還好台灣人很有愛 有專業職工陪伴 一路成長 幫助找到生命的出口和力量